大家好 我叫周奇墨 说实话 我来参加节目呢 其实就是想给自己增加一点曝光量 我希望从此呢 能赚点钱 我挺想挣钱的 其实 我感觉我有时候想钱都想瞎了心了 你知道吗 我有的时候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我就会想 我要不要给命运一个机会 会不会命运一直很想帮我 但一直没有渠道 会不会我每次经过彩票站的时候 命运都很着急 说 你都是进啊 你进去我就能给你安排 那咱得走个形式啊 没有 没有钱 而且不光没有钱 有的时候呢 我还得一直小心着 别人想从我这里多赚一点钱 我有一次去药店买药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感冒 我进去以后跟那个店员说 麻烦给我拿一盒感冒零 那个店员点点头 然后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说你吃这个吧 这个是特效药 见效快 我一看那个价格 我说我也没有那么赶时间 平时生活节奏挺慢的 你就给我拿感冒零就行了 不吃是吧 然后他又从柜台里拿出一盒很贵的药 我说你这个也不是感冒零啊 头上啊 这个也零 我当时就很恍惚 我想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中文 现在起不到交流的作用 为什么语言传达不了信息 然后就在我恍惚的时候 那个店员问我 说你咳嗽吗 我说有点咳嗽 那得配个止咳的啊 发不发烧 我说我倒是不烧啊 那也得配个退烧的啊 当时那个柜台上放着三盒药 没有一盒是感冒零 我透过那个柜台的玻璃 我能看见感冒零 就静静地在下面放 那个店员给我的表情是 没有人从我这里拿走过感冒零 当时想怎么呢 现在买钥匙得抢吗 说得哪天半夜 拿把菜刀过去给我 不是写感冒零 你看你脾气这么大 你是干活太棒你知道吗 你这个特效药 你去一下活 我当然知道我不能抢 所以我想怎么办 如果我下次再去他们家买药 我是不是可以后发之人 我先消耗他所有的耐性 比如我进去以后呢 我先回避他所有的问题 对吧 我一进去以后他说买药啊 我说啊 随便看看 你想买什么药啊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药啊 这话说的我们这儿什么药都有 你有什么病啊 你看我想有什么病啊 他说不知道 但你肯定有病是吧 然后我俩的对话就越来越虚无 越来越缥缈 到了第十句话 然后他已经崩溃了 可是存在先一本质 我说怎么定义存在呢 都要干啥 我哪个赶猫灵 给你不就完了 干火有点旺 其实说实话 大人的钱还不是最好赚的 最好赚的是孩子的钱 因为父母特别舍得 在孩子的教育身上砸钱 包括学英语什么的 我有一次在一个酒吧里 看见一个小男孩 拿着派的在那儿学英语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父母带他去那儿 关键他第二天 怎么跟同学吹牛 哥们儿昨晚去酒吧了 学了一晚上英语 然后他那个派的上 有一个口语软件 上面会显示一句话 这个小孩要做的 就是读这句话 当这个软件识别出来以后 就会给他发出 这种虚假劣质的欢呼声 然后那天 可能是因为酒吧比较吵 所以这个小孩 前几次读 这个软件都没有识别出来 他就在那读 然后一遍比一遍声大 到了第五遍 然后全酒吧就安静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这个小孩 关键呢 在这个酒吧的一个角落 坐着一桌老外 背对着这个小孩 在这桌老外听来 就感觉是中国人坐在酒吧里 然后你听见背后有人喊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吗 我问一下 有人喜欢夏天 没有人 夏天 没有人喜欢 就感觉这个人 特别需要人认可 所以那个老外 头也没有回 在那喊 Yeah I like summer 小孩一下就愣住了 没有想到 这个软件的音效 这么逼真 我一抬头发现 那边有个老外 但他可能之前 一直在跟这个软件里的AI交流 他不知道怎么跟真人交流 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估计在这个时候 肯定要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我的爸妈 不给我在派的里 装上五腰套个 在线青少儿英语 那有真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实时互动了 试题还不要钱 为什么不装 否则现在哪至于 这么尴尬 当然这都是我猜的 因为他当时没有说任何的话 他当时就是 看了一眼 然后默默地低下了头 点到了下一题 I like winter Do you like winter too? 我就是老外 我就是老外 I like winter I like whatever the f*** you like Just shut up 然后那个软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首先非常感谢 程璐这么认真的跟我比赛 就是认真的男人最帅 然后说说我自己吧 我这一路啊 我这一路啊 很感慨 两进两出 我现在感觉我拿了一张脱口秀大会的年票 我没有那么好 前面节目组把我捧得太高了 什么脱口秀OG 现在你们知道OG是啥意思了吧 Out God 淘汰之神 还说我是什么脱口秀天花板 结果忽然上来就把天花板给掀 现在中国脱口秀是一个露天的状态 这个感觉其实很不好 就是你总被复活去比赛的感觉很不好 就感觉你赖着不走一样 我甚至感觉 自己像脱口秀大会得的一种慢性病 就你以为他好了 但是没有去根 过几天又回来了 周期末反复发作怎么办 用忽兰 用忽兰 你跟程哥吧 危险 只要一小课告别周期末 比赛真的很难 但还好 毕竟有一些生活阅历 比赛再怎么难也没有生活难 我是一个北漂 北漂了八年 北漂就挺难 所以很多人就必须得给自己打鸡血 我之前有一个同事 每天早晨都会在朋友圈发四个字 早安 北京 然后晚上发 晚安 北京 我有时候在想 你在跟谁说话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是上海吗 你有北京的微信吗 很多人北漂那么多年 都没有想过跟自己的家乡说成早安 我都没有见过一个人发 早安 铁岭 晚安 葫芦岛 但是我特别理解他们 为什么对北京这么有感情 因为有的时候 你从自己的家乡出来 漂着就很不容易 很多父母特别愿意 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 我爸就是这样 我高三的时候 我爸跟我说 大学毕业 你上大学 找这个大学多好 离家近 大学毕业的时候跟我说 你这里给你找个工作多好 离家近 什么都是离家近 有一次我就问他 我说爸 咱家到底有啥呀 你非得让我离他近呢 有矿吗 没有 是吧 那咱俩就是在这干啥呢 玩塔房呢 你怕有人拆家是怎么着 说实话 我还挺希望我家被拆迁的 拿一笔拆迁馆挺好 因为我爸特别烦 我爸总嫌我在北京赚钱不多 你知道吗 没事呢 就给我打电话 拿别人的事情来刺激我 儿子 那谁家那小子你还记得吗 我说啊 记得记得 那小子在北京买房了 挺厉害 一年好几十万呢 供给金也高 我说啊 我说那真挺厉害 哦 对了 前两天我们有个演员 也买房来着 我说啊 是吗 哪来的钱 啊 他爸挺牛的 他爸是那个 做生意的 咱家跟人家比不了 是吧 然后我感觉我爸就记仇了 你知道吗 去年我过年回家 我爸就坐在那 拍了肚子 跟个小海豹似的 你知道吗 儿子 我想好 如果我有一天啊 得了重病啊 我就不治了 我不连累你 我说爸 你怎么能这么说 真的 你看你现在讲脱口秀 也不挣几个钱 我也指望不上你 我说爸 你真别说了 你写下来 好不好 你写下来 来来来 治不了你了 没事就给我来一个 什么五年规划 五年计划 儿子 你下一个五年计划 就是找一个北京姑娘 这样你下半辈子 会轻松很多 我说爸 这样吧 你现在不也单身吗 他也单身 我说你也单身 那咱俩就双管齐下 你也算最后 为我燃烧一把 好不好 你到那个公园的 老年相亲角啊 要能给我领回来 一个北京后妈 我跪下来 管你叫爸爸 你知道吗 我爸就是典型的 中国父母 不知道自己的孩子 几斤几两 就是 我凭啥 我找人 北京姑娘 我图人家户口 人家图啥 图离家尽呢 但说实话 现在北漂了八年以后啊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我爸离家近的话 还是有些道理的 就是因为在北京 真的很难立足 很难立足 房子就买不起 我现在住的那个房子 租还可以 买的话 十几万一瓶 天哪 我这辈子都买不起 除非它能散卖 如果这个房子能散卖 我一定努努力买一瓶 晚上回去站一站 也算在北京 有个立足之地了 四十平的房子 一推门进去 发现已经占了三十九个人了 是吧 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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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凶老 按个灯 不早了 睡吧 睡吧 不早了 发个朋友圈 晚安北京 谢谢大家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周秦默 大家好 我是乌兰 我是真不想PK周秦默 因为周秦默很厉害 他被誉为 中国唾优的天花板 然后他就找我PK 他就复活 然后一群人来骂我 你说我能说什么 我只能说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 是天花板先动的手 开得这么开啊 开得这么开啊 这个事儿就像 小孩没事 光光踹墙 脚疼我脚疼 他妈过来说 墙坏 墙坏坏 那个墙怎么能欺负人呢 我就是那个墙啊 我一动没动啊 不说 我真生气 我就说我自己 我上周过生日了 过了我三十七岁时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其实没啥 其实很正常 直到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爸妈开始 祝我身体健康了 很多晚上都说 过了三十岁之后 我公司就开始 不重用你了 机会都留给年轻人 我开始不信 但你看看 今天这个情形 受到重用的年轻人 早已进击 一群中年人 在竞争一个 可以跟年轻人竞争的机会 老兵不死 他们只会自相残杀 哇 这一段太炸了 我真的很羡慕年轻人 就二十多岁 全职说脱口秀 为了喜剧梦想 我三十多岁 我辞职说脱口秀 我心态已经很好了 但有的时候 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也会对自己说 清本佳人 奈何作诚 真往上有那什么 鸡汤文吧 什么余敏鸿 三十一岁才创立了新东方 张朝阳 三十二岁才创立了搜狐 你急什么急 你说我急什么急 留给我大气反成的 例子都不多了 来劲了 来劲了 好奇的忽然的 恐怖的气息 还是忽然的 我心里还剩下的三道防线 是三十五岁的马云 四十三岁的任正非 跟六十岁的江子牙 而且三十岁的时候 真的跟你小的时候 聊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你们肯定好奇 我跟建国喝酒 平时都会聊点啥 一定是文学啊 梦想啊 不是 我们也会聊社保 有一次我喝多了 我说我真不想干了 干嘛 你要么还得找别的地方 去交社保 我说也是啊 感谢社保 维系了我的脱口秀梦想 我跟建国经常有那种 惺惺相惜 英雄所见列腾的感觉 但是我们学过历史 知道 英雄和英雄之间 是不会聊社保的 刘备三顾茅庐 不会是 刘备说来吧 来实现人生梦想 朱亮不来 来吧 来实现宏图 巴也说不来 来吧 社保 公司给你交顶格 朱亮说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我和几个中间朋友 前段时间去鬼屋 去鬼屋 去玩 真的我发现 在整个鬼屋里面 最淡定的就是 这些中间人了 真的 他知道生活 比鬼屋残酷多了 就那个NPC 那个鬼 咔一出来 年轻人啊 吓得四处逃窄 那个中间人 就这么看着 那个鬼 就像他们 面对生活的态度 跑不动 也跑不掉 你看忽兰的右手 忽兰的右手 穿那个镜子 我拿上来就不对劲 他就一直在那拖着 要不然你就 弄死我得了 真的 最吓人的是 我们在那个鬼屋里面 看见个床 我这是干啥的 他说就是那些鬼 有的时候加班太晚了 就在这睡了 所以我在想 现在各种什么鬼屋 什么生化危机 那都不吓人 就应该做一个中年危机 你进去先打卡 进去之后也不黑 就是灯火通明 全是鸽子间 大鬼小鬼 都在那边加班 没有什么恐怖的音效 就是键盘声 就穿插着什么 叮叮的声音 真的 你还有一些鬼 在工位上骂老板 咱老板真不是人 老板也无所谓 那咱就不是人 还能看到有些鬼 由于工作疲劳 已经印堂发黑了 疯狂地掐着自己的人工 生怕自己猝死 真的 你跟工作人员说 这太恐怖了 还没有别的场景 带你往里走 喀窜住个小孩 抱你喊 爸爸爸爸我要上好学校 那边说 上卖个学区房了 一看张母娘出来了 一边爸爸妈妈出来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然后一排人说 我祝你身体健康 你说你们是谁啊 他们说我们就是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的银行啊 我当然希望你一直健康啊 你就崩溃了 你说啊 这比这刚才那还恐怖 工作人员说 对对对 这就是沉浸式体验啊 我想工作 想加班 我想要福报 你这一套体验完 回到现实生活 你都会爱上上班 去公司老板说 能加班吧 996 你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好 谢谢大家 我不拦戏 大家好 大家好 汪敏 然后这一年呢 一直在努力地 让自己音乐 变得更专业吧 音乐圈靠 我就发现那些专业的歌手啊 他们在唱歌之前啊 不会直接Cue歌名 而会说很长一段话 然后把名字放在最后 就比如说 之前看五月天的演唱会 阿信就说 他说我知道 很多人在工作以后 逐渐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撞得头破泄流 但我希望 无论你在哪 你在做什么 都可以保留心中那最后一份 绝强 全上去 哇 太可笑了 所以今天 我也会用这种方式 K我的歌名 把名字放在最后 你这一生 会碰到很多人 也会爱很多人 但只有一个 是你的 最爱 只有那个女孩啊 你才想跟她走完一生 她 就是 我爱的 女孩 但后来她妈不中意 过了 过了 稍微讲 我爱的女孩 送给各位 谢谢 谢谢 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 就是可能 踏过很多段恋爱 然后发现 你喜欢的 都是同一个类型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为什么每段经历 都如此的相同 我爱的每个女生 她都有老公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工作 你说她外面的女人很多 她经常把你冷落 也不关注你微博 不老公谁啊 你说我的老公就是王一博 欢迎比如跟我插句 那不都姓王吗 你了解她的所有行踪 解图她的一举一动 你反复刷着她的每段吻戏 激动地问候女主的祖宗 你说她有你最爱的笑容 你说她破阴都让你心动 你说你一生最爱就是王一博 还有肖战 李贤 邓伦 王思聪 一定是上天对我的捉弄 我怎么想也想不通 这次我喜欢的女孩 她说她没有老公 她说但是我有个儿子 她的儿子无垒刚读完高中 你说她常年在外面奔波 你说她外面的妈妈很多 你说你从不吃醋 你儿子还有三个 为了安全我就不Cue名了 他们是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你陪着他们度过懵懂 你们一起走过春夏秋冬 你说你看着他们逐渐成熟很感动 儿子 你可终于长大了 以后你就是我老公 你总说她真的很优秀 你会一直陪在她的左右 你发誓你会不离不弃一生守候 直到她公布恋情上了热搜 你为她控屏为她战斗 谁都不能批评你的爱豆 你从来不怕出头攻击其他网友 反正结果都是她来承受 她代言被彻一夜两头 两家团是被谁搞臭 可能是被你搞臭 没想到真的会有奇迹 遇到了不追星的你 你是我喜欢的女孩 我为你找了名 我好想娶你回家做我的老婆 你说好不好呀 心缘结义 大家好我是孟恩 我是今晚的最后一个选手 你们知道我从后台 一直走到这的时候 一直想了一件事 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我在想此时此刻 如果张柏阳真的退赛就太好了 真的 我真的觉得她的离开 对我们俩都是一种解脱 她是不是真想退我不知道 但我是真想进的 我为什么要讲脱口秀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的工作 实在太压抑了 我是伺候甲方的 你们都听到一个词 叫甲方爸爸对吧 我其实一直不理解 为什么对待甲方 像对待爸爸一样呢 我觉得你们应该跟我都一样 就是你对你爸 不会那么好的 如果真按照 我对我爸的方式 我跟甲方沟通 我是这样跟他打电话的 喂 行行行我知道 行行我都知道了 我知道了 你又不懂 没事挂了 你把钱打过来不就行了吗 这才是对待爸爸的正确方式 所以我就觉得 怎么能拿甲方的爸爸呢 我一在我心里 甲方一直都是孙子 你们想象一下 只有孙子 才会给爷爷提出 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你们见没见过大致 让那个孙子和爷爷的对话 孙子 我不吃这个了 我要吃冰糖葫芦 好 爷爷给你买 我要吃世界上 最最最最最红的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 我吃你头正大冰糖葫芦 爷爷给你买 爷爷你真好 我孙子真可爱 你们发现了吗 孙子提的要求都和甲方绿模一样 就是虚无 虚无上面还透露出一点俏皮的天真 是我头正大糖葫芦 我看你头长得像糖葫芦 但是也只有爷爷 面对孙子那么多无理的要求 爷爷都会心平气和地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爷爷心里明白 这孙子他其实什么都不懂 只要摆正好这个心态之后 我再去见甲方 我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不开心 我都特别开心 我都走喽 回家抱孙子去了 还有这个愚蠢的孙子 今天有什么愚蠢的想法 甲方马上 我们要改方案呀 没问题 改 我觉得这个颜色不够红呀 改成世界上最红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logo不够大呀 改成我头中大够不够 乙方你真好 没有甲方你真可爱 这个段子 是我成为一个全职图舞学员的真正原因 因为我的甲方在现场听了这个段子 而且我跟你们说 我遇见过最难伺候的甲方是什么样的吗 是那帮搞金融的甲方 他们真的特别装 当年我还在北京 然后有一个搞金融的甲方他叫刘总 我为了跟他套到近乎 我就觉得男人之间嘛 就聊一些运动的话题 我很擅长运动 不会冷场 我就问他 我说刘总 你平时喜欢什么运动啊 刘总说 我平时比较喜欢滑雪和潜水 我仿佛都听见 我心里面足球篮球乒乓球落地的声音 杨哥来杨哥 杨哥有的应该 杨哥稳住 陆地上那么多运动你不喜欢 前面跳两个上山下海的 看这话已经赶在那了 我必须跟刘总聊下去 说哎刘总 咱俩喜欢的运动还挺像的 哦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滑冰和憋气 但是没想到 刘总还把这个格调往上升 刘总说 但是我滑雪 一年只滑两个月 因为阿尔卑斯山上的雪 只有那两个月是最舒适的 巧了 我滑冰也只滑两个月 哦 为什么 因为时差海开车 他们就关门了 我真的特别讨厌 就有点钱就装了 你知道我前段时间去外滩的一个 非常高端的酒吧 讲了一场脱口秀 那一边的观众更都很端着 就是我像每一个脱口秀演员一样 非常真诚地和他们互动 今天谁是坐地铁来的呀 他们甚至会假装没自我地铁 有一哥们刚想举手 旁边手放下 然后我讲了一个地铁段子 特别冷 没人笑 我记得特别清楚 我郑中间坐了一对情侣 那个女的就举了杯红酒 这么看的我 那个表情就好像 地铁是什么呀 他男朋友更讨厌 他男朋友直接这样 求人的交通工具吧 这不是最可气的 最可气是我外滩演完 出去陆家 自己的二号险的时候 碰见这两个二号了 地铁来的 我说这是什么呀 和鞋号吗 我问我说 你们俩去坐地铁回哪呀 结果万万没想到 那个男的回答了 一个非常有哲理的答案 他说 回到现实 谢谢大家 我是孟恩 大家好 我是孟川 今天的主题是 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 其实钱没有那么重要 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 不就是钱吗 我慢慢还呗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小时候我爸 好不容易带我去旅游一次 去了我们山东一个 特别著名的景点 叫孔庙 你们知道吗 之所以去那个地方 是因为那个地方会被论语免门票 我就在家被安着背了一个月论语 去了之后人家说一米二以下免票 我当时觉得血亏 我说爸咱都省了这门票钱了 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呗 我爸说 不能吃太好 吃太好找高了 别出去不免票了 当然我爸还是爱我的 我被狗咬了 我爸赶紧去带我打那个狂犬疫苗 医生说这个针挺贵 一千块钱一针 我爸说没事 打 医生说要打四针 我爸说 那他有多大概率得不上狂犬病啊 所以打小我就清晰地知道 自己的身价在一千到四千之间 家俗的遗传让我特别能省钱 大学毕业之后我就去北漂了 去之前订了个房子 中介说这个位置挺好的 离地铁挺近的 我去了一看 离地铁挺近的 离地铁站挺远的 而且那个厨房也漏水 做什么菜都有汤 最最受不了的是 那个隔音真的太差了 有时候我对象矫情 非得听个睡前故事 我好不容易讲故事哄他睡着了 就听见隔壁大哥问 然后呢 省钱嘛其实很容易的 能吃苦就行了 但是挣钱太难了 那个时候我还是机械工程师 有一次由于我的图纸错误 公司损失了大约四万块钱 但是我们公司还挺好的 也没有开除我 先让我把钱还上 后来听说因为我出色的 犯错隐蔽能力 我们领导想推荐我到 对手厂子里工作 那一刻我才清晰地知道 垃圾就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 没有一百五十票 不要急了 太难了吧 想通过工作挣钱真的太难了 如果说工作是水 那些精英们就是深海鱼 在水里活得自由自在的 又扛鸭 我就是只鸭子 我只擅长划水 而且老板给花的大饼特别不好使 鸭子不吃饼 还容易被饼卷起来吃了 我和我对象 干过最挣钱的事就是结婚 毕竟能挣好多份子钱 我其实以为我这种人 是没什么朋友的 直到结婚的时候 突然消息来了好多 而且我亲戚特别多 我有七个爷爷六个老爷 被狗咬那一次 我十几个表哥 去那个互动口 堵那条狗给我报仇 那年我九岁 我大哥四十五 我侄子二十二 本来这种小破事 没想麻烦我大哥 但是我大哥就怕我侄子冲动 我侄子还是冲动了 对着那狗上去就咬 以后对我说客气了这样 然后那个狗一回头 十几个表哥就开始撕散而逃 九岁的我根本不可能跑过那个狗 但是幸好还能跑过我大哥 我一结婚 这些哥哥们都来了 我们那的封锁呢 就是要给长辈磕头 才能领红包的 我特别烦这个环节 磕了第一个头 一摸那个红包厚度 这活能接 真的是脑门一响 黄金万两 磕了二十来分钟 我媳妇说 哎哟不行了 腰太疼了 我说媳妇加油啊 今天正去把咱房子 首付磕出来 到了四十几分钟 我也看不住了 眼睛都冒金星了 这个时候脑子里就想起了 高考时候好多励志的标语 我就给我媳妇打气 我说媳妇买房这个事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咱们停下了 可咱们的对手还在磕 这个时候了 一定要马上进 只要磕不死 就往死里磕 现在和我的朋友们聊起来 说我们家那个房子 都是我们俩一个头一个头 磕出来的 他们就说 你们俩以前是乞丐吗 谢谢大家 我是木川